天阔云堤的东北角 高高矗立着一座甲角 绑络自海中树然拔地而起 迎风挺立 雄伟壮阔 这是台湾突出的最东北 也是东北角海岸最丰富的地质教室 绵延三公里长的笔头甲 甲角陡峭 突出大海 而有笔头甲之称 远望笔头甲 明显看出外露的岩层 由两翼微微向中央倾斜下凹 这就是地质上有名的笔头象斜 一个地质上受到折区上来 这样一个弯曲的构造 我们叫象斜构造 是一个大地以公里级的石头被折起 这个力量就是板块推击力量 但现在的板块力量实际上还在持续作用 台湾最经典的海石崖就在笔头甲 百余公尺高的海石崖 由灰白色的沙盐和灰黑色的叶盐所组成 高耸的峭壁下浪花激荡 海流强劲 由于突出在台湾东北角的最东北 强劲的东北季风首当其冲 崖角下有着发达的海石平台和海街地形 整个笔头甲是一个所谓的已经封面海浪作用的地方 那它的岩层是沙叶岩的沐沉 海量称时的力量 潮湿称时的力量 会让那些软的岩层很有效地搬走 承行一个比较宽广的平台 低调桥这边的海石平台有很多很多的海街 每一个海街都是一个海石平台 那繁衣哥有可能是海水面的上升下降 以及这个陆地台深的一个结果 在这里还有一个精彩而有趣的地质传奇 隔着龙洞湾 笔头甲和龙洞甲相对相望 浅浅一万之隔 两边的地质年代却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这头年轻的笔头甲只有六七百万年 而对岸的龙洞甲则已超过三千五百万岁高龄 我们知道老的岩石在下面 年轻的岩石在上面 这大概是六百万年前 因为板块聚合 使到这个老的岩石 抬升到跟年轻岩石并排而略了 是板块水平挤压力量使到下面的岩体 慢慢慢慢地圆着力冲断层地跑上来 这个作用的地点就是下面的龙洞湾 顺着笔头步道弯移而上 站上崖顶的观景台 无敌海景尽收眼底 太平洋和东海在此交汇拥抱 笔头灯塔就矗立在临海最陡峭的绝壁上 这座十二点三公尺高的白色灯塔 每到黄昏便亮起一盏灯 为往来船只指引方向